土耳其總理阿爾多安警告他的對手說 如果他們利用一宗不斷擴散的貪污醜聞影響他治理國家,他將追究他們 阿爾多安星期日做出這表示,同時憤怒抗議者繼續要求政府辭職 阿爾多安譴責有關腐敗調查是暗商操作幫派的作為,並誓言要揭露參與者 土耳其警方星期日在伊斯坦布爾用水炮和催淚彈驅散幾千名抗議民眾 這些民眾抗議政府城市化規劃以及一項腐敗醜聞 有幾十名涉及此案者被捕,其中包括幾名內閣部長的兒子